你和方言相处多久了 他一来程度就认识了 也说不上相处好久 反正一直都在一起耍 我知道了时他刚离婚 有时心里也会有疑问 我是不是只是填补他感情空白的人 不会的 我很了解方言 他要不是真的喜欢你 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在你身上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 方言 方言其实是个特别被动的人 他越是喜欢你吧 就越不敢主动地跟你表达 我看得出 方言挺喜欢你的 所以你得主动 我觉得这次你主动来北京做的 就特别对 别看他看上去装得挺不知所措的样子 其实心里啊 高兴还来不及呢 真的 幸亏你提醒 你人正好 我都不想要该找个感谢你了 二天去我们成都耍吗 好啊 二天 你跟方言请我去参加你们的婚礼大典 我一定去啊 好 来 看什么 不敢见谁啊 去 贾琳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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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进来 是对吗 见我这么高兴 人家可不是见你高兴 别听她瞎说 那个 来了 过来啦 来 快 这是贾琳 我好朋友 这是韩丽婷 方言的女友 你好 你们坐啊 这谁啊 方言在成都的情 追杀过来了 我现在就当看戏 可热闹了 好 喝啊 方言 看不出你还挺有魅力啊 那是 人家小韩可是千里迢迢追过来的 老他还老要赶我走 方言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人家小韩来一趟也不容易 你有完没完 你们坐着啊 我跟贾琳约好了去看电影啊 走吧 你们去哪儿看电影啊 我送你们了 不用 人家小孩刚来北京哪儿都没去过 你还是多陪她逛逛吧 就是 好不容易给人秀来了 还不上情款待 趁机游览一下首都的大好河山 风情地貌什么的 多浪漫愜意 这主意不错 要不然杜梅贾琳 你们给力婷当导游得了 我待会儿还有事得去上餐厅 那哪儿成啊 我跟杜梅坚决不能答应 人家姑娘对你一片痴情 你怎么能落人把人家丢下呀 就是有天大的事也得让路 贾琳 方言 人家想要和你在一起 我想陪你去餐厅 我真搞不懂 到底怎么想的 那个韩山们真是方言女朋友 谁知道 反正跟我也没关系 我们也不会一直这样耗下去 方言迟早都会有新的女朋友 不会是这个韩山嘛 也会是别人的 可是我觉得方言对她 也没什么意思啊 她们肯定在成都就有一团 要不然人家也不会大包小包的 跑北京来找她呀 早听说过四川女孩能折腾 还没见过这样的 她也不想想 就算方言当着 怎么着也拢不着她呀 怎么 你还惦记方言呢 我要惦记早没你什么事了 我还真觉着 你和方言或许应该比和我强多了 未必 说着玩你又认真 趁那女孩在 正好好好折腾折腾方言 你让方言见识见识 别以为女的都像你这么好欺负 嗯 好好报复报复她 我想现在 全家人的四川女孩 她们 我还以为你没回来呢 没听见动的 你刚回来 她们不许在我们眼前 我可以放出 我已经跟你来到这里了 她 你挤甲刀借我试试 嗯 你挤甲刀借我试试 嗯 知道吗 我这挤甲刀可连绞绞绞绞绞绞绞 我也剪绞 不行 我还用呢 我找到了 要 我用一下就仅正成这样了 那天我还看那女孩用来着 你怎么没那么不乐意啊 能跟她比吗 也是 她比我漂亮 那倒是实实 早听说四川那地儿出美女 而且特别盛产痴情妖育 果然名不虚传 人家竟然这么对你一往情深呢 我说 你就别瞎操心了 她就是仙女夏凡 过一天我也给她送走 我也没说什么呀 我就是希望你能过得好 找个能对你好的女孩 我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 你有案没完 你亮了衣服我替你收的 也好放在卫生间了 谢谢啊 以后衣服干了想让马上收 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用一件 我就知道你没有那么乐意住人 你快点